本土疫情爆发以来 各行各业受到冲击 玉里就业服务中心为了协助应届毕业生 储备职业能力并迅速就业 从即日起推出四大措施 来协助青年朋友提升职能 尽速就业度过疫情难关 为了协助应届毕业的青年 在疫情期间储备职业能力 让受疫情冲击而暂时无法就业的青年稳定实力 待疫情稳定之后出发 玉里就业服务中心推出产业新兼兵的计划 学习奖励金 青年就业旗舰计划 110年青年就业奖励计划等四大措施 针对应届毕业青年 提供最高3万元的就业奖励及 鼓励尽速投入就业市场 其中产业新兼兵计划当中 还有发放学习奖励金 依照课程性质不同 每月可以领3000到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 青年参加劳动部自办稳多或补助的职钱训练课程 以课程性质不同 每月可以领3000到8000的学习奖励金 全台升级到三级警戒已经超过一个月 交通运输 餐饮履宿 一文等内需要消费的商业服务业产业 莫不受到冲击 但是伴随毕业界的到来 应届毕业生求职更显得艰难 就业中心针对劳动部推出的四大措施 来协助青年提升职能以及尽速就业 记者高双双预见采访报道